Hello 各位球員 大家好 我是王大仙 這部影片其實沒太多技術層面上的事情要談 我主要想和大家聊天 討論一下關於遊戲心態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 例如你打排位的時候 剛好排到你最後一個選人 你會發現你平時用的角色或練習的角色就全部被人選了 這個時候你會怎樣呢 我試過有這樣的狀況 正常入遊戲打排位 我又不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我們隊 你會發現入圖的時候 他的角色是綠卡角色 練都沒練過那種 綠卡本身沒什麼所謂 但他進去很迷 又不打球 又不傳球 又不什麼 反正什麼都不在就站在那裡 他整個人移動的話 肯定會落後 落後到差不多兩三球的時候 你按投降 咦 他又不投降 好奇怪的 但他又不是斷線的 因為你斷線一陣子 起碼角色都自己會動的 會傳球 他不是的 他是在那裡的 那麼他拿著那個球 他就會往三分線外帶 等人過來偷 而且重點是 你按投降的死都不需要 硬生要逼你玩一個輸硬的三分鐘的比賽 從他入場到現在 就完全不知道他存在意義是什麼 那麼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比賽 就是我平時用過幾個角色 包括江頭櫻木 宮城梁田 和進階樓村都被人選擇了 我剛剛好最後一個 我就選了三井 即是三井我不是不懂得玩 而且我的三井也不是綠卡 只不過是相對來說 技術沒有其他局局控得那麼好 那麼這場比賽 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就算要做一個工具人 那麼我也是一個永不言棄的工具人 OK 就是大家看到 好像 譬如說這裡開球 我也是在外線吸引注意之後 就把球交給裡面 即是我覺得等英木 他去內線得分的成功率是會高很多的意思 那麼對面的陣容 都算比較完美 那麼有板 有搶段 又有個多勁的特分手 進階樓村 就是這樣計算的 你就當內線和空位 他們的條件都有對等 都是50-50 唯一有差別 就是我現在這個位置 我得分位 那麼我那時候覺得我控三井就肯定不夠對面的進階樓村 拿分 拿得比較穩陣的了 那麼所以在那個時刻 我要做的事其實很簡單 我就是要確定我們是可以穩定得分 這樣才有機會 不要說贏 這樣才可以確保是不輸的 說回三井的角色 我發覺有部份人 控三井的時候 他真的覺得自己就是MVP 可以好像在長陽的時候 一個人拿20分 一抽10的 然後有兩個人 甚至三個人去標籤他的時候 那個球都不傳球 很厲害的 有時候他會覺得 我現在有大絕 開開MVP 然後就可以無敵了 然後就被人拚到媽媽都不認得 我覺得他們就是有一種拿得起 放不下的感覺 就是對於這個球權 就是他們覺得球不是由他們拿 不是他們得分 他們就信不過人 他們信不過隊友 他們做不到可以信任隊友這件事的 我覺得這樣是屬於一種 不是很健康的心態 屬於玩這個遊戲的話 就是很多時候會因為毒食 跟著輸球 然後自己又不開心 隊友又不開心 不過當然 我再一次強調 我說的是部份三井玩家 部份 不是大部份 例如我開球的話 我會在外線那邊 一個突破仰手 通常外線都是這樣 外線射手都是這樣 然後我馬上把球交給鷹目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兩條 一個來防我 那他拿分就輕鬆很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三井的角色太主角了 在那些人眼中 他選了三井之後 是沒有了傳球這個鍵在手機上 傳球是不存在的 其實三井的輔助技能都很有發揮 像這段眼目 撞了球 反應快 撈起球 整個遊戲懂得撈球的 就只有長髮鷹目和三井兩個 都不知道這兩個技能可以收拾多少個地板球 幫隊伍拿回多少個分 我們說回好像視頻開始那種隊伍 他一開始選六卡成員 就是有些不知什麼原因 讓他覺得這場比賽就輸硬了 未開球 他就覺得自己輸硬了 所以今天我做這段影片的主要目的 我想和這麼多球員玩家 表達一個心態就是 沒有比賽一開始就會輸 就算是系統局也可能會贏 那我們看回比賽 其實這裡已經大半場沒有了 好像這裡對面開始 就交給弓城 弓城一個零巧突破 然後被我們白了 然後你看看 就是這種永不然氣的精神 足夠了多少球 我們拿回多少分 而且這一球直接造成了一個順風的局面 我們給他領先兩分 好像安西教練所說 比賽就是如果你放棄的時候已經輸了 你不放棄未必贏 但是你放棄了就輸硬了 鷹木拿回個板 然後自己挖 然後被魚主一下子搶回個球 這次有點糟了 他們可以追平 這樣一個高拋 真的追平 沒關係 反正那時候是平分 未必輸的 我們這邊帶球 然後交給鷹木一個接球戰斧 立即領先回 即是有時候可能 你打開比賽的時候 真的會發覺 其實不需要對他的球權這麼執著 應該多些信任 給自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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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次的魚主好像不太適防 我們的戰斧 是否不知道 因為系統他感覺到 我這邊不太好 所以還給隊友 然後魚主 立即被人偷 即是我覺得這次 贏都可能是因為 對面的隊友比較水 即是很多時候 有時候覺得自己輸硬 覺得自己這裡不太好 那時候 你永遠不知道 對面會不會有個人 比你更不太好 你看我攻城幾猛 這樣才行 他就交給魚主 魚主交給樓村 樓村一個跳 然後一個抗擾 是沒有的 我們拿到這個板 立即出圈 出圈之後 阿牧一個突破 然後整個騎射 干擾有沒有 是沒有的 球員回到對面 攻城 帶了一下 然後交給樓村 咦 不是了 樓村這個姿勢 這麼熟面 嘩 那招是自信三分 好在踩了干擾 球權來我們這邊 交給阿牧 然後養一下 然後交給我 我給你看看 真正的自信三分 一個轉身MVP 嗯 劉村鋒你這個臭小子 想陰我 真的 不過剛才那球進了 真是危險 好在對方投降 這段片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我很快就為大家帶來 進階三整的最新消息 不想錯過的朋友 記得鎖定我們這個頻道 點讚、評論、訂閱 我是黃大仙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